习近平总书记说 作为国家领导人 人民把我放在这样的工作岗位上 我就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行程万里 初心如一 始终与人民风雨同舟 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应 新闻脸播从今天开始播出系列报道 总书记的人民情怀 今天推出第一集 万水千山总观情 新的一年 新的学期 微微太行深处 河北复平八一学校的孩子们 用歌声歌唱的家乡 河北复平 是我国第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 禁茶记根据地的首府 但由于地理条件所限 这里也曾是深度贫困县 党的十八大后 习近平总书记首次赴农村考察 就来到复平 顶风冒雪 进村入户 看望困难群众 在顾家台村顾城虎家里 这件军大衣被他悉心珍藏了十年 只要有信心 黄土变成金 正是在河北复平 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了脱贫攻坚的动员令 没有农村的小康 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 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铿锵誓言 化作坚毅行动 党的十八大后 习近平总书记跋山涉水 走遍十四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有时一天里换成三种交通工具 长途跋涉 顾此辛苦 风雪中的足迹铭刻着深深的牵挂 把人民冷暖放在心头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一百多次到基层考察调研 足迹遍布城市乡村 菜市场节日供应充足吗 居民就医方不方便 高龄老人吃饭问题咋解决 农民工工资待遇如何 环卫工人 工坚歇息怎么办 快递小哥能不能过年回家 老百姓的极难筹判 一项项被列入中央重要会议日程 一次次成为改革的关注点 发力点 我们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 围绕着人民群众 对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来实践 把人民生命摆在首位 在云南鲁店地震灾区 总书记详细询问受灾群众 能不能吃上一口热饭 孩子有没有学上 生病能不能治疗 面对世纪疫情突袭 习近平总书记 众诺千军 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不遗余力挽救每一个生命 一定会打赢这一场战役 武汉必胜 湖北必胜 全中国也必胜 非凡十年 一个个瞬间 不经意间的自然流露 映照出人民领袖 岁月不改的人民情怀 关心关爱青少年的成长成才 保护好眼睛 长得再壮实点 总书记一次次来到少年儿童 和青年学生中间 叮嘱他们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无限热爱人民 始至造福人民 观山内外千里万里 驻足处温暖牵挂 抵人心 多包几个 人民军队 是国家安全 人民幸福生活的守护者 强军陆上 总书记始终把基层官兵冷暖 放在心上 上军舰 乘战车 登战机 走边防进哨所 党的十八大以来 作为人民军队最高统帅 习主席足迹 遍及各军兵种和武警部队 2014年春节前夕 习近平主席在内蒙古 冒着零下三十多摄氏度的严寒 踏雪看望戍边战事 爬兵卧血 为祖国和人民 在这里戍边 祖国和人民都不会忘记你们 在山顶哨所 他动情地对执勤哨兵说 今天我和你们一起执勤站岗 心中装着百姓 手中握有真理 脚踏人间正道 我们信心十足 力量十足 中国一定行 中国一定能 而这个基石是什么呢 就是你们 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 胸怀让人民生活幸福 这个国之大者 习近平总书记 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应 与人民同甘共苦 与人民团结奋斗 不断把十四亿多中国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变为现实 前进道路上 无论是风高浪急 还是惊涛骇浪 人民永远是我们最坚实的依托 最强大的底气 人民领袖从人民中走来 时刻将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更深受人民爱戴 你好 你好 主席是我们叶头领袖 我是人民的勤务员 为人民图 共产党的追求 就是让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 老百姓看在眼里 记在心头 我们生活条件 月内很好的 不出尺不出村 我们做的房子也宽敞了 一家大小吃的汁是干干净净的 现在我们的生活条件 是习主书记们带来的 非常高兴 通过这几年的改造 我们亲身经历了这里的 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周边建了七个公园 老年人生活在这里是很舒适的 我们信心满满 我们的生活会更加美好 江山万里多锦绣 一枝一叶总观情 从黄河之畔到长江之滨 从黄土高原到秦岭深处 从烟雨江南到冰封北国 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驻足凝望 深情的目光中 有山川大地 更有万家灯火